編號SB-GJ-013 Grand Seiko 是HIGHBIT 36,000轉機芯 有GMT的功能 GMT針是噴砂金的顏色 你會看到它的錶面是 Grand Seiko不常出現的植紋 這手錶當然是停產 雙標 現在新的Gran Seiko在頂部的系列 都很喜歡用HIGHBIT GMT做在限量版 有GS-44殼 看起來比較大 鋼型也很漂亮 這款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現在也有很多樣式 我追求的是Double Logo 它是一個太金屬的錶殼 看到Gran Seiko的號稱是一種白鈔 看起來就不太暗 也有某部分 拋光的部分 也是做了的 看起來也閃亮的 也是有Gran Seiko 閃亮的特色 但也是一隻太金屬的手錶 它是很輕的 精工的鈔錶 比起一般的鋼錶的定價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所以貴了那麼多就沒什麼人買鈔 現在反而 當Double Logo停產了之後 這些鈔錶就變成 較為罕有的 我不相信很多人都玩過這個樣式 大家在IG 在Facebook 看到Gran Seiko 其實這個樣式比較少 你可以這樣說 樣式少了就變成收藏價值是否高了 你在香港有些人就說 哎呀 泰 刮花了 打磨不到 其實有些師傅也做到的 不過有些師傅通常都面目一皺 可能是麻煩一點 同時可能太金屬的打磨是麻煩 所以這些Gran Seiko就比較貴一些 雖然它是泰的 現在我慢慢看下 其實打磨造工都是很優質的 打磨得太亮 都會沾上了我的手指毛 跟Omega一樣 我記得當天X33的朋友 買了皮帶款 想換一條泰帶 十幾年前 都要8-9千元 一條泰帶 我想現在不知道 十幾年前的X33泰帶 現在看到Gran Seiko也有些上心悅目 總是覺得舊的Double Logo做工比較好 這也是個人觀感 純粹自己的看法 看到它反光的index Gran Seiko也是一隻值得擁有的手錶 多謝大家